今天开始去地里种种地了 把地收拾一下 因为太久没弄了 地上草还是很多的 骑上我的小毛驴 这个是地瓜地萝卜 这不是叶子比较大吗 比较多 要打掉一点 不然全长到叶子去了 不摘它也找不出新的了 这就是伪计的茄子 我把它晒干吧 做干茄子 我就和石头在这里 哦快点 和他们说话 你感冒还没好啊 石头感冒还没好还在发烧 你直接拿捅去啊 拿捅去啊 你这个直接拿捅过去 我现在带石头也没法摘了 你现在吗 我把石头装在桶里面 知道 装在桶里面 胃好就开始盖活了 哦好 放好啊 花子已经开花了 开花了可以 我把它抬一下 但凡我慢一点 不能扔 不能扔 有过一次就给你夹小子 瘦皮了 嗯 现在从小就要锻炼盖活 哈哈哈哈 这个烧皮 好 哎 长得是好的 现在要开始给它 修修喽 这草的很多了 红薯鱼呢必须 有一样的要打结 打掉 头头 看一下啊 这个一棵有很多 嗯 这棵有多少 这么多 一只 两只 三只 四只 五只 六只 太多了 对不对 太多了 我们就长不好 我要解掉一点 直接解掉 解掉剩下的三个根就差不多了 最细的都不要了 太多了就不洗了 你看这个 这么多小的 还好我这个 因为搞了这个磨之后 搞了这个磨之后 它这个 它没有 直接和地面接触 它不会长 数 一二三四五 五六七八九十 像这种十节 十一二节 我们就可以 掐掉这里 对 直接掐掉 这里呢有些 刮 你看 咱们这个 是不是很多 啊 这么多 叉叉的 一二三四 这数不齐了 却长到叶子去了 所以又咔掉 咔掉一部分 这个红薯豚呢 以前 这是又难 喂猪的 但现在没养猪了 所以就 只能扔掉 当然人也可以吃的 我要把他们招呼的好一点 希望采的纸 个头又大 又好 你看这个长得太萌了 虽然菜长得很好 但草也长得很好 我就想 多做一点 所以我 碎鹿呢 去打包一碗 我呢想多做一点 不然说饿了就回家 加上 其实在家也可以吃的 但是呢 我特别想念这边的那个粉的味道 今天我又打包一碗 我的垃圾粉过来 想把这边的东西全吃变了 今天风有点大 我给你吃 不吃一块糊了 就做一点 要吃了 以后再继续 还有挺多的 把草该拔的草拔了 直接做这一半 然后呢 还有就是打的 要打了 粉 这就是我们的垃圾粉 哇 应该早点吃 要变得好多了 越煮越多 吃吧 放水也久了 有点的 膨胀了 越多变好多 一碗都快变成两碗了 吃饿饭 吃饿饭 辣鸡粉是10块钱一碗 吃饿饭 鸡肉还是挺多的 不吃辣椒的朋友就不介意吃辣鸡粉 你的辣鸡粉就是吃辣椒 而且这个是没有加辣的 如果再加点 啊 6 刷 6 6 7 6 刷 还好今天风有点大 今天比今天还挺热的 到晚上的时候我都要盖被子 而且是盖冬天后的那种 咱们这里还是个避暑的 很好避暑不热 当然大中午在太阳底下还是热的 但是没在太阳底下 大中午也不热 还不闷 吹着涼风 知道我为头发为什么乱糟糟了吗 因为这边风太凉爽了 没了 吃个盖盖冰冰 早餐就这样短了 当然也不是很饱 但是草也长得太猛了 不拔草 不拔草 这个花生种下去也不是说一本万利 现在我们要拔草 这草还挺多的 不拔草怎么行呢 对不对 那个草抢花生的养分 所以要拔草 拔草 不要炒太猛了 没法 不会没达到真材 只能结材了 人家怎么种的这么好 我们种的怎么看 其实种的好 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花精力的 不要说种下去 就行了 他要去管理 所以 加上我施肥之前 浇的肥 各种肥 把这个磨搞掉了 他长在磨下面 这个豆要摘掉 不择就老了 其实有些都好老了 这豆好吃的很 把草 看吧 把这个草移除了 就是这个地 我去的时候才开始吃 等我回来的时候 已经快没了 确实也太久了 我的万地带水来了 这摘个西红柿吃 嗯 自然做的西红柿就是好吃 好了今天只能做到这里了 回家做中饭了 我来教你 嗯 很好 好 你好